中心开放第一季打AZ的民众满八周就可以混打mRNA疫苗 女星王以路第二季选择打的是莫德纳 23号她在脸书上发文分享经验 她说打完第二季之后才一个小时就出现了手臂疼痛等症状 用手一摸竟然感受到了有肿坏 上网查询发现是腋下淋巴结肿胀 大约有5%的女性打完疫苗之后会出现这种症状 那么国内医师表示由于淋巴结是一种免疫系统 打任何一种疫苗都有可能会出现肿胀跟混打无关 会痛也是正常的 但建议有类似的症状可以先就诊确认 莫德纳被很多人视为疫苗大魔王 第一季打AZ第二季选打莫德纳的艺人王以路也碰到 打完一小时酸痛大魔王就来袭 手臂一碰就痛还一直到汗 之后发现腋下也开始痛了起来 用手摸可以感受到有个肿块 自己一查后才得知是腋下淋巴结肿胀 研究显示大约5%的女性接种疫苗后会出现这种症状 而自己就是那5% 国内医师表示这是接种疫苗后会出现的副作用 疫苗的成分会先跑到我们的淋巴结 淋巴结是一种免疫系统 反应的过程中的淋巴结受到这个刺激 它就会比较肿大会疼痛 其实也不会只有莫德纳的疫苗 你BNT甚至AZ也都有可能会发现这种现象 医师强调会出现腋下淋巴结肿块和混打疫苗无关 无论哪个疫苗厂牌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副作用 民众碰上了第一时间就先就诊 会痛的淋巴结肿大常是跟发炎反应有关 就像疫苗打下去 那个局部的地方会发生发炎反应 就会疼痛 通常一两个礼拜内就慢慢就消退了 不痛的淋巴结肿大 你要小心会不会是什么癌症 瘤那一种 就以后如果确定是疫苗接种后产生的正常反应 医生也说民众不用太紧张 待遇一到两周就会消退 或是是解热症痛就能缓解 记者这么道